这里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 有着七千多年的文明史 三千一百多年的建成史 和一千一百多年的建都史 作为中国的十三朝古都 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见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变迁 是众多世界遗产的宝库 而如今的西安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还是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些高楼大厦 高级购物中心 和繁华的商业街区 无不展现着城市的繁荣与获利 而当古老的城墙 环绕着现代化的楼宇 繁华的商业街道 沉浸着浓郁的历史氛围 各类博物馆运用当今科技 为你呈现跨越千年的璀璨辉煌时 你一定能发现西安这座城市 散发的独特魅力 所以本期视频 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古老 与现代的交汇点 浏览这座充满魅力的千年古都 西安 西安位于中国大陆的中心位置 是陕西省的省会 这里南平地势磅礴的秦岭山脉 背靠雄浑辽阔的黄土高原 京卫分明的京河渭河 从中间位置的关中平原缓缓穿过 所以西安不但傍水还山 而且地理位置优越 一手难攻 更是有着八百里沃野秦川的祥瑞之地 成为古人建立都城的首选位置 西安是兵马俑的故乡 兵马俑作为这座城市的骄傲和象征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兵马俑 背于西安市临同区的秦始皇陵博物院 作为统一六国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秦始皇 自13岁继位起 就开始主持修建自己的陵墓 前后动用超过72万人力 耗费长达38年修筑完成 而目前已发掘的三座兵马俑坑 是陵墓的陪葬坑 超过6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 形象各不相同 神态生动 气势凌人 向人们展示了秦代壮观的军事力量 秦始皇陵兵马俑 素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 也被誉为20世纪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 兵马俑仅是整个陵墓的冰山一角 这座超过56平方公里的陵墓 相当于80个北京故宫 或40个上海浦东机场 无疑巨大的秦始皇陵 将继续吸引人们的目光 让众生感慨2000多年前秦帝国的伟大 进入西安的核心城区 你能看到一座始建于隋唐时期 修气增建于明代的西安城墙 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同时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 也是西安的另一处标志 整体轮廓呈封闭的长方形 城墙周围有护城河环绕 城墙的南门是永宁门 被称为中华迎宾礼仪之门 曾接待过多位外国政要 这是西安城墙中最灰红的一座城门 从这里登上城墙顶部 租立一辆自行车骑行 壮美的景色与历史的氛围扑面而来 夜晚西安城墙灯光璀璨 同样给城市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来到南城墙上最西侧的韩光门 你更可以看到一座修建在城墙内部的 唐皇城墙韩光门遗址博物馆 这里的名城墙包着唐城墙 形成了一种城墙内嵌城墙的奇特景象 而当时唐朝时期韩光门的复原建筑 更能让你体会到唐朝时期的繁荣盛景 不过圣唐时期的第一城门 则是位于城墙北端唐朝皇宫的正门 丹凤门 2021年9月刚刚修建完成的丹凤门广场 矗立着丹凤门的复原建筑 这座由五门道组成的丹凤门 是中国古代都城城门建制的最高规格 其规模之大 门道之宽 马道之长 均为隋唐城门考古之最 它的建筑体量比天安门还要大 不愧为圣唐第一门 丹凤门广场也是西安火车站的北广场 当你下火车乘扶梯来到北广场 宏伟庞大的丹凤门便映入眼帘 被网友调侃 在西安出战就如同上朝一般 丹凤门的身后便是唐朝皇宫大明宫的遗址 大明宫曾是全世界最辉煌壮丽的宫殿群 也是世界上面具最大的宫殿群 被称为中国宫殿建筑的巅峰之座 今天的人们将大明宫缩小到十五分之一 制作了大明宫微缩景观 安放在大明宫遗址的旁边 人们还尝试复原了大明宫的局部 比如这座主殿 韩元殿的台积 光地基就有十五米高 韩元殿曾是唐帝国举办典礼的重要场所 西安的名字被叫了六百多年 而在之前的一千五百年里 它是以长安这个称呼 被全世界认识并向往的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长安城内 曾设有东西两座市场 是当时最繁荣的两个商业中心 东市服务于达官显贵 主作国内贸易 而西市则以开放的姿态 从事国际间的商贸往来 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商贸中心 更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 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今天的人们在唐长安西市原址上 进行了重建 形成了一个以文化为主线 以唐朝建筑风格与传统商业氛围 为特色的商业街区 再现了唐代 盛世繁华的热闹景象 自丝绸之路开通后 长安便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 史称西有罗马 东有长安 在丝绸之路上 不仅有商队的驼灵声声 也有文化的融合与传播 位于城市东南方向的大慈恩寺 是唐朝时期最著名 最红利的皇家佛寺 玄奘法师就是在此地 潜心翻译佛经十余年 而这些佛经 就是玄奘穿越丝绸之路 从西天印度取回来的 在大慈恩寺内 处立着一座举世文明的塔楼 大雁塔 它由玄奘亲自独造 用于存放玄奘西行 所取回的佛经与佛像 大雁塔在建成后 直到今天 都一直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随着唐后 历朝历代多次修复和扩建 你能看到现在 高60米共7层的塔楼 虽历经千年沧桑 但仍然完好无损 在大雁塔的西北侧 坐落着中国第一座 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座馆设是一处唐峰建筑群 馆内收藏文物超过37万件 从远古人类的简单石器 到精美绝伦的商周青铜器 从千姿百态的历代陶涌 到举世无双的唐木壁画 这里浓缩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精华 更彰显了中华文明 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时间穿越回现在 您可以发现这座古老城市 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 位于西安城市最中心位置的钟楼 是中国古代遗留的 形制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钟楼 以它为中心 辐射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 并分别与西安城墙 东南西北四门相连接 它不但承载着西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同时展示了西安 作为一个繁荣都市的现代面貌 钟楼周边是一个繁忙的商圈 各类商业建筑拔地而起 车水马龙的转盘道 与钟楼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群 构成西安现代都市的核心 无论是购物 品味美食 还是感受城市的脉动 钟楼街区都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钟楼回民街上 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小吃店铺 可以品尝到近300种特色风味小吃 让人流连忘返 回到大雁塔正前方的北广场 可以看到广场中央 一座壮观的音乐喷泉 这是全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 每到夜晚 当灯光和音乐完美结合时 规模宏大的喷泉矩阵跌宕起伏 场面微微壮观 在这里 你既可以感受大雁塔的古老庄严 同时还能欣赏喷泉表演 所带来的视听盛宴 享受到历史与现代相互融合的风采 大雁塔的脚下 还坐落着西安的新晋地标 大唐不叶城 这是一个以圣唐文化为背景的 仿唐建筑群步行街 步行街南北总长2100米 东西宽500米 每到夜晚的大唐不叶城 灯火璀璨 游人如知 漫步在这条步行街 光影中的仿古建筑 流光一彩 气势辉弘 宛如大唐盛世在现 从店铺小摊到大型商场 从古老雕塑到真人演绎 从打卡圣地到互动体验 可以说千米长街一步一景 传统与时尚精彩碰撞 古老与现代相得益彰 而汹涌的人潮 一定是这座城市活力的完美体现 当然我们所能介绍的西安 可能只是它众多奇迹的一小部分 还有比如因杨贵妃沐浴而闻名的 中国最古老皇家园林 华清宫 保存着历朝历代石碑和墓制的 西安碑林博物馆 因为地震而三开三合的建筑奇迹 小雁塔 因摔完酒而闻名的永兴房 拥有世界上最大访唐建筑群的主题公园 大唐芙蓉园 等等等等 这一个个文化地标 记录着这座城市 在岁月长河中的绝代风华 流淌着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然而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 这座城市的热情与魅力都不曾改变 大西安将给予爱戴这座城市的人们 以信心和希望 也将用它的千古胸怀 回归世界的舞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